师父 温叔 你们都来救我了 湘姐姐果然没骗我 你们都没丢下我 傻小子 你叫我温叔 又叫他师父 岂不是显得我比他小了 难道我不比你大 四大刺客那么折磨你 你都没哭 怎么见到我们反而这样 好了好了 想跟男子汉一样 他们折磨我 我宁死不屈 只有见了你们我才 师父 温叔 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们说 真香 阿絮 成岭 饿了吧 你先吃 师父 我知道 只有你们是真心待我好的 傻小子 你那几个伯伯不也对你挺好的 我听说高崇还要把独生女儿许配给你 温某可没什么闺女 就一个阿湘 我倒是无所谓 就怕你知不消 就怕你知不消 他们只想我叫周琉璃家 没人真的关心过我 和我家的仇 一开始 我还以为他们真拿我当子侄看待 后来我才明白 他们都没拿我弟弟当兄弟 又怎会拿我当自己人 杀小子 此话怎讲 高伯伯 全部急于报仇 反而忙着以此为由头 张罗太太英雄大会 自我到越洋派以来 没人真的关心过我 没人问过我想要什么 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学好武功 我要亲手报仇 我再也不要做个没用的孩子 只能让别人牺牲自己来保护我 我也要将禁湖派的传承 再延续下去 那是爹爹和哥哥们的心愿 成岭 你对五湖盟如此猜忌 可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 你可愿意说出来 你先吃东西 不着急说 不 师父 温叔 当日 我家出事的时候 我爹爹来不及多说什么 只盯住我一句话 不要相信任何人 谁都不能信 可是师父 温叔 我相信你们 傻孩子 别急于相信任何人 师父 我早相信你就好了 当时那位于父伯伯 不知道我弟弟和五湖盟的恩怨 就好把我送到赵敬伯伯那儿 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不知道要相信谁 师父 对不起 我一开始就该相信你的 琉璃甲就在我身上 我弟当时情急 只好隔开我的肚子 把这御甲藏了进来 伤口愈合了 他就一直藏在我身上 我现在就剖给你 傻小子 我说过我要他吗 傻小子 急什么 话要慢慢说 人要慢慢平 你爹爹如此小心谨慎 他定是猜到了 就算老李平安将你护送到 五湖盟那几个兄弟手上 也免不了重重搜紧 看来 他早就对那几个 结义兄弟失去了信任 是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反目多年了 你可知 他和这几个兄弟为何反目 我知道 他给了我一封信 信哪 我 藏在那个破庙佛像脚下了 还以为你是个傻小子 没想到还挺有心机的 当时的情景 你还能把东西藏了 我爹爹说 这封信除了收信者之外 不可落在任何人手中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并假托劫手势 把他藏了起来 想说 实在不行 我先给收信人传个口讯 收信人是谁 你可还记得信的内容 收信人是长明山剑先前辈 心里大意是说 高昼 陆庄沈 五湖盟 五湖子 他们原本和容炫 容伯伯是好朋友 就 容伯伯之所以坠入邪道 乃是他们五兄弟之过 有一次 他们因为争执六合心法 六人论剑 容伯伯被五岁胜 却中了剧毒 然后就发疯了 原因 是有人在兵刃上喂了毒 然后呢 后来容伯伯走火入魔 他们五兄弟原本走无旁贷 在容伯伯被天下围攻时 大家都没有站出来 我弟弟原本是想赶着去青崖山 和容伯伯同声共死的 但却被太师傅打断了腿 关在家中 直到为时晚矣 唯有遗憾终生 那在病人上喂毒的是谁 我 我不知道 但那把剑是高伯伯的